好 繼續要帶您關心 在新的工會法上路之後 工會的型態有了很大的轉變 同一個行業 不同公司的員工 也可以在一起組成這個產業工會 現在是由眼鏡業拔得頭籌 成立了台北市第一家產業工會 2008年 3000名眼鏡行從業人員 到立法院前面表達訴求 擔心眼光施法 立法完成 強制規定配眼鏡眼光 必須取得執照 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權 現在為了維護自己權益 在5月1號新的工會法上路之後 眼鏡產業工會拔得頭籌 成為台北市第一家成立的產業工會 過去的工會法 限制要同一家公司員工才能組工會 不過新的工會法放寬工會形態 同一產業不同公司的勞工 也可以籌組產業工會 住行超過十年的陶先生 已經加入眼鏡產業工會 第一次加入工會 終於感覺有靠山 安全感 對啊 那工會會一直去輔導我們 去工作這樣子 對啊 那只是希望說工會的話 可以到時候一直在 讓我輔導我們 提升我們的專業能力 產業工會是工會法 實施八十多年來首度出現的工會類型 台北市勞工局表示 目前包括網路購物 電視廣播 甄信 鐘錶等產業 都已經提出成立產業工會的申請 官方樂見工會組織蓬勃發展 因為勞工團結才有本錢 為自己爭取權益 記者先自詢 鄭俊 台北報導